一看头像是我妈 她现在给我打电话 总是跟我说 你快三十了 再大就没人要了 我说 妈 说到迪丽热八 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了 从默默无闻到现在的大红大紫 迪丽热八不仅是靠自己 初衷的长相 氧气的外表 更是因为她努力的付出 当然她在娱乐圈内 也是一个领绯闻 解身字号 有修养 积极正能量的女孩 这些年她一步一步走来 她的眼睛越来越成熟 出演的角色越来越成功 她和杨杨一同出演的 你受的容调这一部剧 就受到了大家的广泛关注 如今迪丽热八已经是二十九岁了 再过一年就是三十岁了 俗话说的好 年过三十 男大当婚 女大当嫁 如今迪丽热八的这个年纪 也已经是该结婚的了 当然迪丽热八为了事业的发展 可以是不着急的 当然迪丽热八也是不用担心 自己会嫁不出去 所以目前一心 只要经营好自己的事业就可以了 但是真是迪丽热八这样的想法 可是急坏了 自己身边的亲朋好友 再一次迪丽热八参加了脱口秀 跨年2021时 当众吐槽妈妈催自己赶快结婚 想要迪丽热八随口说出一句 你是我的荣耀中的男主角怎么样 看节目的杨杨听到这话都小臭 可见看出迪丽热八的杨杨是有点意思的 对此大家希望迪丽热八跟杨杨在一起吗 欢迎留言评论